Hello大家好,我是北卡的发展经纪一 那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一个在APEX 就是我们RTP最好的学区之一的APEX Friendship这个学区的小区叫Friendship Station 它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呢都是最好的 就是最好之一吧 它这个房子呢是现在出售 当然可能是需要进驾的 因为街对面的有一个两个三个样板房 全都卖掉了,而且都卖得很快 那街对面的这个它其实privacy不是特别好 当时也是很多offer,包括我的现金买家 加了两万块钱都没拿到 很激烈的一个过程 但它的对面的那个,它其实隐私性还不是很好 因为它的对面就对着别的房子的对面 但这个房子的话隐私性是更好 因为它旁边就没有别人家 它是一个旁边有一个reservation pond 然后后面都是林子,包括这个后面都是林子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因为收入部现在已经下班了 现在已经六点半了 那我们现在赶紧进去看一下 这个户型叫manchester这个户型 它的整个的这个,就是它的整个地基 foundation是cross-based的 对面呢,当时呢价格便宜一些呢 因为它是这个subfoundation 而且这个lot的话呢 因为它是靠着林子 所以的话呢,lot也更有隐私 这个,这个也更看起来更舒服 这个房子的话是一个ranchstyle的一个房子 就是有点像这个平层 但是它不是只有一层啊,它有两层 那么它是一个平层的style的房子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房子的话呢,一楼有两个卧室 这个是一个次卧 进门的右手边是一个次卧 另外一楼的层高和二楼的层高分别都是九个feet 是九尺啊,那个次卧旁边是有一个这个权位 这是一个卧室,然后这边是一个权位 我们把门关一下 因为那个卖家警戒正在等着我啊 就是他就要下班了,所以赶紧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一个学习室 这个没有算作一个房间 整个房子是3B3B的 这个它是一个study room,是一个工作室 或者叫一个学习室 非常private 你看这边窗户望过去没有别人家 就是一片pound 就是一片林子和pound 这个view很好 然后这张门呢是对着车库 现在他把这个门给锁了 因为车库里面他们售楼部 可能放了一些重要的文件 所以我们就不去了啊 车库现在是一个south office 买了,就是 就是啊 最后面反租下来的话呢 他反租结束以后 他肯定会还原成车库啊 这个是洗衣房 laundry room 洗衣房 洗衣房瓷砖的地板啊 有两个有洗衣机烘干器 这边是厨房 然后这个楼梯是通往二楼的楼梯 这厨房 厨房台面是库尔斯的台面 然后呢 这个啊 是白色的橱柜 这厨房island也是足够长啊 非常长的 倒台 很漂亮的 然后这边也有一排柜子 看到没有 这边也是有一排柜子的 然后这边做了一个这个背景墙 电视背景墙 和这个 这是客厅窗户也是很多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半以后了 现在所以 他这个光线大家可以看到 六点半还有这么好的光线 这个采光房子采光是没得说的 好 嗯 然后这是主卧 主人房 主人房呢也有三个窗户 也有座背景墙 然后这主人房的这个卫生间 也是库尔斯的台面 紫砖的地板 然后这个主人房的这个洗澡间超级大 看一下 他有两个淋浴头 很爽嘛 很豪华的感觉 然后他这边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water closet 上厕所的地方 然后这是主人房的衣帽间 衣帽间也是墓地板 好嘞 这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房和客房 刚才已经看了 我们再去这个院子看一下啊 这个是pantry room 那边看一下 这个 这个是 这个倒台刚说的特别长啊 这个倒台 这边可以看到电视啊 看到这个是早餐区dining room 然后这个是pantry pantry倒是不是很大 然后对华人来说啊 觉得不是很觉得很大 但对老美来说也够了 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房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creen porch 这里有个screen porch 有个阳光房 好 这是院子 看一下是后院 后院特别的隐私感特别的好 后面全是林子 现在叶子还没有变绿哈 那夏天的时候这里后面都是一片绿色 很好看 然后这个房子跟他旁边这房子一样 就是都有这个都是叫cross space 都有这个出风口的 他这个这种房子的建造成本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他是把这个房子整个地基给架起来的 所以他为什么会比前面的那几套那个样板房要贵一些呢 因为他的建筑成本本身要高一些 然后呢他的这个就是foundation要建造成本高一些 还有就是他本身房子占地面积也大 因为他是一个branch style风格的这种房子 这边好像是对刚才看过了是一个closet 让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有一个这个储物间 所以如果觉得厨房的这个pantry room不够大的话 这个也可以作为厨房后面的一个pantry 然后我们来看到二楼 二楼的话呢 有一个房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loft 和那个和一个权位 他的楼梯是样折弯的 折弯的楼梯的话呢 适合于这些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啊 这些 然后这个是loft area 就是二楼有一个开放的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把它当成小孩玩的地方啊 或者是这个办公的地方都可以 然后这边有一个closet 这个loft还有一个单独的closet 然后这边这两张门都是可以放储物间不算面积的啊 它是没有通空调的 然后这边也是 当然你可以把它锁上啊 这个可以把它锁上 这个你看都是可以放储物间的 所以 然后呢 这边是这个权位 二楼的权位 二楼的层高也是9个feet啊 二楼的权位 然后这是二楼的这个 这个一个房间 它这个房间其实有就有一张门到达这个权位的 然后看到外面的风景景色 你看 非常美的景色 这边是一个胖的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湖景 所以这个景色真的是挺不错的 这个景色是无敌的 因为它只有一边有别人家嘛 它就是 面对房子的正门的话 就是左边有别人家 它右边是没有别人家 后面没有别人家 所以 它真的 它这个lot本身就 就很好 好 这是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这个房子感兴趣 想要offer的话呢 请联系 我 我是北卡拉高货报地产经纪 我的电话是919-986-8879 我的微信号是NCVS Realtor 这个房子的租金啊 这个房子是建商反租 租金呢是每个月是 五千 五千六百五还是五千五百五 我得看一下 嗯 然后我会把准确的租金的信息 写到这个 视频的标题的上面 好了 这是这个房子 如果感兴趣的话 欢迎联系我啊 我是北卡拉高货报地产经纪 非常漂亮的房子 Gas的那个厨房的这个stove 很漂亮 橱柜也超级多啊 采光也非常好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再见